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的云端事件 战争是个如今现在国家可能花费最大的一个项目 当然我们指的是国防设备 正面来看国防设备是带来了和平的稳定 但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它还是做下一步侵略的准备 当然如今一场最大的军事战争的演习 正在我们的周边海域进行 就是都会在朝鲜半岛附近 当然是由美国和韩国共同进行的 这是近年来这美两年举办的一次军演 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 假想敌跟所有目标当然是指向北韩 而北韩也不甘示我连续发生短程飞弹 来作为一种向国际的抗议 当然这种恫吓的情况也进行了好几年了 美国跟朝鲜也正在双方利用军事互相的态势 来进行彼此的政练 究竟最后的发展如何 真的战事会爆发吗 没有人这样的悲观 但是国防的准备是一定需要的 实际上这也看到现在这场战争的这种形态 难道只有在北韩会出现吗 其实目前现在最大的战争 可能都是在城市间进行 所谓的一些的短兵相接的战场 战场的形态已经发生了改变 连带的让步兵这种第一线的武装人员 他们要进行战斗的武器也发生了改变 我们发现美国的海军陆战略在去年下了一个决定 从今年开始将给所有的士兵要全面换装一种新的步兵武器 其实他也不是严格说是新的武器 他问世也将近20年 就是M4步枪 M4是所谓的M4型 跟大家习惯所知道的M16差异有一些 最主要它比较轻 而且比较短 最适合士兵在战场的灵活运用 美国海军陆战略为什么中了这场重大的改变 而且是拖延了相当久的时间 为什么他对士兵要全面换发这种新式的武器 同时每个枪上还特别都配备了瞄准器 这种改变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现在战场已经不是在那种大型作战 而是必须重视短兵相接的灵活跟效率吗 我们来看看从南北韩的这次的整个的战事上的对峙 我们看看新式的武器装备的发展 海上及时声势浩荡 史丹尼斯航母领军的美舰战斗群 半个月前威震南海 13号更驶进了釜山港基地 核子动力级的航母光是飞行甲板 就有三个足球场大 上头80余架战机海派战 包括大黄蜂战机和鹰眼预警机 两年一度的美韩双龙军演 美方代号称为药鹰 投入一万五千人 人数不但是去年四倍 还是四十年来最多的一次 如此大阵仗就是要给北韩下马威 即使是对北韩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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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对北韩证则 不但实战演练 更强调突破重防 直接从海上打击北韩首都平壤 美军不单拥有海上绝对优势 就连海军陆战队的机动旅也出动 模拟抢摊呈演习重头戏 至少九辆两栖登陆作战装甲车 在烟雾弹掩护下 开上南韩 普向海滩 每辆登陆装甲车 约有二十名陆战队员抢摊 合计人数接近两百人 就因为要直攻平壤 美军陆战队员除了抢摊登陆 还要从空中夹击 包括鱼鹰式轻转悬翼机 与超级轴马直升机 也载着陆战队员杀进内陆 让敌军防身防 美军这次大袖肌肉 先进武器轮番上阵 就是要北韩好自为之 别再乱来 其中陆战队的一项配备 更引人注意 这款M4卡冰枪 过去并非标准配备 只用在特殊任务 4年前猎杀宾拉登行动 海豹部队用的就是这款枪 请下全球头号要犯 只是过去陆战队 佩戴的是M16步枪 但今年夏天要全面换上M4 原因就是它的体积与重量 M4连弹夹重3.4公斤 比M16的4公斤少了0.6公斤 而M4全长84公分 也比M16也短了15公分 2公斤是一大量 你当想要放在冰箱上 如此一来陆战队员负担变轻 行动也更敏捷 加上近年海外作战任务改变 以往丛林站几乎不在 向战比例明显提升 如果你进入一区区 如果进入一区区 在一区区里面上 可以显示出一大大差 陆战队员尽后不管在室内 或是近距离交手时 可以更灵活 而这次美韩的超级军演 更让北韩在18号清晨 再度试射两枚飞弹 北韩在一月初声称成功试报 清炭后 二月初又以巴士火箭为名 试射长城弹道飞弹 让朝鲜半岛形势紧张 无视国际谴责声浪的金正恩 巡视时更指示尽早核试报 提高合作战能力 朝鲜半岛因为它 风起云涌 诡决多变